选手丹尼罗来自日本中方选手华旭 对 华旭来自昆仑爵成都俱乐部训练基地 也是缠织队的一员啊 对 今天晚上呢这是一场四人赛 这两人谁战胜之后呢还要再打一场比赛 对 激动人心的是2017年的诸神啊 这么快的就到来了 对 我们还记得不久之前在这同样一个场馆啊 诞生了2016年度的诸神之战总冠军 苏波帮 超级帮 哇 现在回想起来都很激动啊 是的 有效性很高 对 演技漂亮 哦 这个丹尼罗的力道不弱啊 对啊 我们从举行的这个维度上 它上半身包括胳膊的这种肌肉维度 确实要强力滑去啊 对对对 所以滑去要小心丹尼罗这个后手的这种不限拳法啊 是 它绕得很大 发力很足 不要过于这种 应该我看的体型应该在77 78左右啊 呃 得有 呃 对 呃 丹尼罗也是擅长用这种非常近身的高扫啊 对 对 对 你看 破坏对方的这个前腿身腿 对 又来 滑去的拳身在对丹尼罗的造型上太大的威胁啊 对 呃 连续的踢对方的这个前腿啊 对 而且你看这个年龄相对大一点儿 这种经验体现在各个方面 对 比如打的过程当中故意做一些很轻松的表情 嗯 这样其实反而会给对方一些压力 对 确实是 而且它就是这种类似于挑衅的这种动作 也是对对手的一个压迫 对对对 气势上的一个压迫 还不是太够 对 哦 哦 小心 这个动作有点太大意了 对 太大意了 呃 刚刚其实呃 又是个下皮腿 滑去也尝试过有几个提膝往前顶的动作 对 但是动作质量并不高 对 没有达到自己实际想要的效果 对 或许呢就是过去这种态势训练啊 哦 比赛打吧 比赛打吧 Block Fall Shock by the Brew Corner 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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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